大家好,又到了兄弟人教习的课程时间 我是非著名假石威哥 家中在友,不如威哥在手 大家好,我是小白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第32讲 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个算法 就求最大和最小值,是怎么来求 这个在我们的这个以后的程序当中啊,会经常会用的 OK,好,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吧 先看一下我们这个课程大刊 就是我们求最大值最小值的这个基本的一个算法了 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算法,如果我们举个例子,是不是好比这个打擂台啊 打擂台 是吧,好比打擂台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看过这个方,电影《方思域》里面的这个这个 这个雷老虎搭擂台比武招亲这个事儿啊,对吧 对吧,他搭了一个这个擂台是吧 然后呢,大家上去这个这个这个比武 然后呢,留下最最后这个就是胜利子 对吧,最后这个呢,就是可以娶他女儿了 哦,最能打的呗 就是最能打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后最大值 最后要求的这个值是吧 那我们这个原理呢,实际上跟这个一样啊 比如我们在一组数列当中找出最大值 那是不是挨个去比啊 是吧,挨个要去比啊 就好像我们的比武招亲 嗯,ok,啊,这我们这个比武招亲 哈哈哈,啊,ok,小白要出价了,是吧 贝哥替我招亲,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一组,呃,一组数当中 然后就挨个比,两两相比,是吧 小的就,呃,去掉,大了留下来,对吧 再跟下一个比,对对吧 这就是我们这个基本的一个原理,好吧 我们把它实现一下吧 好,ok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代码啊,32甲 我们建了一个叫maxmin代码啊 就是最大最小值了 ok,呃,那么假如说啊 我们刚才按照的刚才的原理 就是有一个数列是吗 有一个数列叫number,好吧 嗯,叫number 那我们这个数列呢 我们就假如我们用数主来表示吧 好,ok,好,呃,多少啊 呃,10,比较10 呃,5 呃,5,是吧 好,呃,13,13 嗯,什么,嗯 22,22,22,是吧 对吧 嗯,然后这个,44 对,44 好吧,比如说我们就有5个数 嗯,OK 我们就5个数 那这是我们的定义 随便定义的啊 一个数列,对吧 好,那我们要在这里面求这个最大值 首先呢 我得先呃,假设某一个值为最大值 嗯,就第一个值为最大值 好,对吧 好,那我们再定一个叫max 啊,等于几呢 等于number 2,0 0 嗯,就假设我这个第一个数是最大值 然后跟后面的值也爱着去比 嗯,对吧 如果,如果,呃,后面的数比我当前这个数大 那就什么呀 就是把当前的去掉 对,当前去掉交换位置 对吧 对吧 就把这个值呢 重新负一下,是吧 最大值就等于后面这个数 嗯,然后再往后面就比 对 对,对吧 嗯,OK 那我们就是一个循环就搞定了 对 4,4 诶,int i 等于0 i,小于多少 number 点,这个什么 lens 诶,我们第一个需要比吗 第一个需要比吗 不需要 不需要比 因为第一个我已经给它复制为max了 对吧 对吧 所以从1开始吧 嗯,从1开始就可以了 OK,i,加价 好 一个復兴环 然后这呢 我们就来比较了 如果 这个 我们当前的这个什么 i这个数 是吧 如果要大于这个什么 max 如果大于max的话 那么 应该怎么办 就max应该等于什么 当前这个数 诶,对 就把它给 就它站上擂台了 是吧 等于它重新站到这个 这就好比这个擂台这个数 是吧 那么它呢就站到擂台里面去了 嗯 OK 那么它到了擂台以后 哎 那就跟下一个进行比较 对 是吧 下一个进行比较 那最终得出来的数 是不是这个就是最大数啊 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大数啦 那么呢 数列中的最大值为 哎 是 max max ok 是不是这样的 嗯 好 我们编译 Ctrl 1 然后再运行一下 你看看结果 Ctrl 2 哎 最大数是44 没有错吧 没问题 我们这里看到是44 对 是吧 哎 就是这样一个 呃 实际上就是一个 呃 站内台这样一个原理 嗯 对吧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ok 好 那那么相反呢 如果是求最小值呢 就是反过来吧 就反过来嘛 对吧 跟我们写在一起啊 有叫mini等于多少 也是等于number 0 0 对吧 我们两次啊 同时来比了 这是呃 假设就是第一 最大值是吧 对 这是最大值的 然后这个呢 是我们的最小值 对吧 嗯 那最小值呢 我们同样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 对吧 如果number 这个i 如果是小于mini 是吧 小于mini的话呢 我们就mini应该等于多少 numberi 哎 负值 对吧 哎 负下值 ok 最后我们呢 可以把这个数呢 也是同样打印成最小 小值 我们两个因为两个形式 写在一起了 嗯 对吧 一般同样可能只是要写一个 对吧 最小值为多少呢 嗯 mini 就可以了 concel ok 最小值是5 哦 没错吧 没错 最小值是我们的5了 这是球最大值跟最小值 最小值 嗯 这两个呃 基本的这个呃 呃 呃 算的啊 好吧 基本的算的都比较简单 对 是吧 嗯 好 那么未来呢 我们在球最大值 最小值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利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去呃 去实现就可以了 ok 希望小白能在比武肇心中能够找到好的 啊 归宿 哈哈 好 ok 好 那我们呢 这一节呢 就给大家先讲到这 谢谢大家 威哥在手 天下我有 下节再见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